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亲爱的朋友 晚安 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 佳佳在这里向你问好 又是一星期的开始 在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 让我们先来听这首 由Sunshine Singers 所演唱的Time Quietly you come Quietly you go Sometimes you are fast And other times you're slow To some you're generous You most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stop you from running Always on your toes Always on your toes Quietly you come Qietly you come Quietly you go Qietly you come Quietly you go Sometimes you are fast And other times you're slo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easons come and seasons glow You hear the pain and sorrow 亲爱的朋友 如果杰佳现在在空中问你说 你最想要拥有的一个特质是什么 你会想要拥有什么呢 对杰佳而言呢 我觉得我自己最想要拥有的一个特质就是幽默 著名的基督徒作家施以诺 他曾经在他的心灵小点心当中写到 幽默是维他命 在这则小短文当中他提到一个小故事 这故事说到呢 贾先生是一个急性子 有一天呢 他开车载着好朋友椅 一起去办一些事情 但是性子急得他 看到前方的绿灯即将转黄变为红 就家族玛丽准备冲过去 但是还来不及 急性子的他 哎呀呀的叫了一声 有些不耐烦的说了一句 真是的 没来得及赶过去 就差那么一秒 此时贾先生的埋怨呢 让整个车内都呈现低气压状态 这时候呢 坐在副驾驶座的椅 忽然对贾伸出手说 恭喜啊 但贾先生却感到非常的诧异 原来椅的意思是说 等一下绿灯的时候 贾将成为第一位冲过去的驾驶人 贾先生这一听 不由的会心一笑 空气中的张力也顿时散却了不少 亲爱的朋友 或许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还听过更多有关幽默的小故事 究竟幽默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西方的医学教育大师 William Mosler 曾经将幽默 Humor 认定为医护人员的 三大重要人格特质之一 而在圣经当中 更收入了一句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句话 而这跟幽默有什么关系 以及幽默真的这么重要吗 说到这里呢 基督徒作家 施以诺就用幽默是维他命的 这样方法来形容 怎么说呢 因为严格来说 幽默其实也不是什么神奇的草药 因为没有了它 人绝对也不会活不下去 但有了它 也治不了什么大病 而且一个人该面对的难题 挑战 依然不会有任何改变 但奇妙的是 如果巧妙地运用幽默在生活当中的话 却可以让我们更有精神 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难题和环境 因此呢 幽默就像是人心里的维他命 特别是在这个压力极大的社会当中 许多人因着压力和生活形态的不健康 久而久之 罹患忧郁症的人口 阶阶升高 目前忧郁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 给列为21世纪三大主要的疾病之一 因此 幽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格外显得重要了 但是 许多人曾经想要尝试让自己变得幽默 却总是弄巧 沉着 还不小心得罪了别人 让气氛变得更紧张 事实上 真正高明的幽默 是懂得开自己玩笑 却不失去尊严 恭维别人 但不带奉承 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原则 将会有个高水准的谈话 也会为自己与别人在难题困境中带来轻松的时刻 因此 亲爱的朋友 幽默是维他命 它呢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服用一颗幽默维他命 事实的让自己幽默一下 并且用幽默的态度去看待无法改变的事情 只要能够学习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 将会让我们的心灵更加健康 更加喜乐 也更有力量去面对挑战 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 也接近尾声了 大家深切胖望 每一位收听心灵玩岛的你 都能够享受幽默所带出来的健康生活 那么今天节目最后 这家就要在一只手 由盛小梅所演唱的 轻轻松松和你孤导晚安了 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 心灵玩岛就家与你空中再相见咯 世界在转动 分分秒秒不停歇 叫我加快脚步 不让自己松懈 眼看太阳渐渐细穿 许多的事还没有完成 我绝不忧虑 我绝不着急 太阳明天会升起 我只想递他掌管 每一天他不会离我远去 没有一个中弹 在我心头 他帮我一手挑起 用我轻轻松松 我快乐自在满足 太多的忧虑 实在没什么道理 赚得了全世界 对我要有何意义 相信渐渐的喝到心 都在未来的世界里 我不忧虑 我绝不着急 太阳明天会升起 你我只想递他掌管 每一天他不会离我远去 没有一个中弹 在我心头 他帮我一手挑起 用我轻轻松松 我快乐自在满足 我快乐自在满足 我不忧虑 我绝不着急 太阳明天会升起 我只想递他掌管 每一天他不会离我远去 没有一个中弹 在我心头 他帮我一手挑起 用我轻轻松松 我快乐自在满足 我不忧虑 我不忧虑 我绝不着急 太阳明天会升起 我只想递他掌管 每一天他不会离我远去 没有一个中弹 在我心灵完岛 祝福你天天经历神 步步与主同行 步步与主同行 好 好 好